早安 早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袁子佩 我们赢在起跑线 输在终点线 地球将会越来越危险 今年迪士尼电影公司最卖作的电影 年初上映的《美女与野兽》 至今全球票房已经有98亿港元 这部电影不止票房触目 更加是话题资作 在电影中又出现了男博人仰慕男主人 并且想亲吻他的音乐 虽然是点到即止 但是迪士尼电影中算是第一次有公开的同性戀角色 令到这部电影未上映 已经引起讨论 当时本港有家长团体发起了联署 以事不满 而俄罗斯就禁止17岁以下的观众 入戏院去看这部电影 如果以下来的这部卡通片在香港播放 香港的观众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近日迪士尼卡通片《公主闯天关》的其中一集 的剧情就说到男主角迪雅斯为了得到 一间公主培训学校的毕业证书 于是就冒险地穿起长裙 戴上假发 扮公主去上学 后来一名奸角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就当众拉低她的衣服 想羞辱她 被人看到她的胸口是有毛 是个男生来的 希望其他小公主都讨厌她 不过在场的其他小公主并没有嫌弃到迪雅斯 还说这样证明不到些什么 公主都可以多无法 又说就算她是男生 那又怎样呢 如果作为迪雅斯的男生是想的话 一样都可以做公主 然后大家就一起把坏蛋赶走 每一个迪士尼动画的公主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 有专门研究迪士尼的历史作者就说 1937年第一位迪士尼公主 白雪公主代表当时的女性 普遍都认为人生要等到一位王子出现 才算是圆满的 去到二战之后 灰姑娘就不再只是坐在那儿等王子来 而是自己去皇宫 参加舞会找王子 去到九十年代 美女与野兽里面的贝宜 独立自主 不再是王子救美女 而是美女救王子 来到2014年 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 《冰雪奇缘》 Elsa公主不再是以爱情为目标 而戏中的王子更加一反常态 实现一个反派 导演就说 这一部戏是想说 做公主不是要从此以后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而是要肩负起一个王国的责任 今次公主闯天关的迪雅斯 告诉小朋友听 不需要为性别定型 要做公主 穿什么衣服不是最重要 心态才是最重要 公主不一定要娇滴滴 应该要有独立的思考 迪士尼的动画陪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当中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 说出给全球各地的观众 今日迪士尼对公主的定义 对新一代的小朋友有什么影响呢 时间接近八点钟 我们再一起看看天气 现时气温18度 相对湿度74% 预测今天气温18至23度 今天天晴在到这里 早晨早晨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明早再见 拜拜 拜拜